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3月30日 辽宁飞豹是要复仇新疆飞虎 周二晚上 CBA常规赛火热进行 其中新疆飞虎将对阵辽宁飞豹 新疆飞虎和辽宁飞豹堪称宿敌 他们经济常规赛交锋各赢一场 双方阵容配置和增合实力较未接近 不过按照近况来看 处于连胜当中的辽宁飞豹 显然更胜一筹 新疆飞虎上仗在半场 落后22分的恶劣情况下奋起直追 可惜最终依然以六分之差不敌排名 身后的山东王者 从而结束了两连胜的良好势头 尽管新疆飞虎内线双塔蒙迪祖拿斯 和周旗上仗合力斩获47分 29个篮板 7次助攻和6次偷球的出色表现 外加斩获全队最高28分的麒麟 但是球队有且只有他们三人得分上双 其余球员所提供的助力不足 导致最终无缘三连胜 上仗输球后 新疆飞虎依然稳守助击分榜第四的位置 但是球队经济在关键的比赛的表现经常走样 奇迹后赛发挥时在令人担心 球队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很难冲击总冠军 阵容方面 前锋刘丽鹏和后卫希尔扎提皆因伤修战 另一边乡与新疆飞虎输球结束连胜不同 辽宁飞报近期择喜获一波四连胜的佳绩 后者目前依然是排名广东华南虎一人之下 上仗击败北京紫金勇士张震林 韩德军和欧俊梅奥三人齐齐得分20加 与新疆飞虎上述三人组相比毫不逊色 其中韩德军奉献23分和16个篮板的大号两双 他与周琦的内线对决无疑是金账的一大卖点 另外 赵继伟上仗交出13分并且送出生涯新高的17次助攻的成绩单 在另一核心后卫郭艾伦缺阵下 金账继续避战 堪称当场表现最佳的球员 有力的是 辽宁飞报近期取得一波四连胜的佳绩 球员士气无疑更胜近况出现起伏的新疆飞虎 金账不妨看好辽宁飞报顺利再下一程 阵容方面 前锋李小旭殷商缺阵 我是李亚西安波篮球快讯 请关注我们专业并订阅我们的频道